号称台湾宫崎骏的绘本家玉米晨 曾经为航港局创作绘本守护大海的人 但去年因为交通部长新旧交接 应有前部长林佳龙的话 一共2000本遭到销毁 也让他杠上了交通部 今天绘本得到了2022年世界插花大奖 玉米晨也在脸书特别写下 感谢王国财部长给我动力 话似乎说的有点酸 那么交通部也对此回应 王国财部长除了表达恭喜之余 也再度对销毁案做出诚情 受交通部航港局委托 创作的绘本守护大海的人 一页页记录着灯塔首的干苦 请来的绘本作家是号称 台湾宫崎骏的玉米晨 去年玉米晨曾经控诉 因为交通部长换人当 书中原本印有前部长的话 因此都得全部重印 一共2000多本绘本被销毁 时隔一年多 话题再度要上版面 玉米晨脸书公布好消息 守护大海的人夺下世界插画大赛 儿童出版类奖 他直言以前很少关注国际的插画大赛 更趁机点名交通部长王国财 说要感谢他给我动力 很酸其他作品曾被嫌弃到一文不值 第一次来投箭就把大奖拿回台湾 感谢文中满满火药味 回顾整起事件经过 绘本在去年4月印制完成 结果月底新秀交通部长交接 玉米晨爆料接获航港局通知 说王国财要求销毁重印 出版时间 延到9月气得踏上 脸书喊话 不要把2000本新书销毁 王国财当时还亲上火线留言 说已经告知航港局长 绘本一定要保留 但玉米晨在po文回呛 绘本明明9月底已经销毁 为何还要说谎 我当时只是对我们所有局处的一个宣誓说 以后不用把部长的照片放在第一月 你们就各局处去发展 我不知道说后面有什么已经印好 比如说是前部长的书 我这一半不知道 去年教委会一问三不知 如今绘本夺下大奖 王国财表达恭喜祝贺之局 对于销毁仪式 强调航港局不应该这样处理 更澄清当时说法是不需要挂部长名字 而是回归各局处或国营公司 不过玉米晨心血仪器之间全毁 也难怪事隔一年多 这回赢得世界奖项 火气难消 在打脸交通部的意味浓厚 记者综合报道